嬰兒大便又乾又硬 嬰兒大便又乾又硬 怎麼算好呢? 嬰兒大便又乾又硬 當乾硬的大便經過肝門的時候 可能會將肝門的組織撕裂 這樣就會很痛 因為怕痛,嬰兒會不肯窩大便 這種情況就會越來越嚴重 要改善大便的質地 你要留意接著說的幾點 首先,如果嬰兒剛剛轉較大嬰兒配方奶粉 大便可能會變得乾硬些 因為通常較大嬰兒配方奶粉的 乳清蛋白和落蛋白的比例 比起初生嬰兒配方的為低 需要較長時間來消化 這些都會令便秘更易出現 其實只要嬰兒吃固體食物吃得好 你可以繼續給他吃較容易消化的 初生嬰兒配方奶粉 第二,吃固體食物之後 家長除了要給他喝足夠的水分之外 還要給他吃蔬菜和水果來增加纖維 蘋果蓉、梨蓉、切碎的西蘭花 或者菠菜都是很好的選擇 如果你已經用剛才說的方法 情況還沒有改善 又或者嬰兒有肚臟 或大便有血 那就要去看醫生了 最後就是千萬不要自己用任何射藥 或者灌腸劑 以免有不良後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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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